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现在的中国早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但还是因为人种的关系 在个别项目中,获得的突破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而这个偶然性的发生,是因为诞生了一位天才式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大概是几十年一遇,甚至是百年一遇的 据相关媒体消息,中国体坛最难超越的五大巨星分别是谁呢? 第五位,孙杨,超越难度8 孙杨的成就放到全世界的游泳名将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在亚洲,在中国更是无人能及 如果不是因故不能参加东京奥运会 他极有可能连续三届奥运会都有金牌入账 即便如此,他仍然是世界泳坛历史上 唯一一位,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奥运会 是锦赛大满贯冠军得主 第四位,姚明,超越难度8.5 作为中国篮球化时代的人物 姚明带领中国南篮成为世界前八的队伍 并具备了和除美国南篮外的 世界一流强队抗衡的实力 而姚明个人,在2002年以状元秀的身份加盟休斯顿火箭队 职业生涯八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 在很长时间内看不到来者的壮举 第三位,刘翔,超越难度9 虽然刘翔所参加的项目是110米跨栏 与100米跑有较大的项目劣势 但在短距离,竞赛中打破世界纪录 成为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 着实是黄种人很难达到的成就 现在的苏炳天可能是最接近刘翔的人 而苏炳天已经被称为苏神 使得我们真不知道能用什么词来替代刘翔身上的飞人标签 第二位,李娜,超越难度9.5 2011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李娜石破天惊,获得女单冠军 开创了中国乃至亚洲球员 夺取大满冠单打冠军的先河 2014年澳网,李娜第二度夺得大满冠冠军 更使得她的伟大成绩,几乎难以被复制 现在的中国网球新秀层出不穷 但超越李娜的人不知道何时才能出现 第一位,朱婷,超越难度10 不仅是国内的专家和球迷 哪怕是世界名帅都惊呼朱婷是自己所在时代的排球第一人 尤其是陈忠和,对朱婷给出了最高的评价 百年一遇 百年一遇的朱婷确实是几乎凭借一人之力 带领中国女排获得了李乐奥运会的金牌 并且两夺世界杯冠军 而在朱婷伤众的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只获得第九名 充分证明了她的价值 除了上述五人之外 相信不少爱好体育的观众 心目中也会有自己的名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谢谢大家!